看过去不太像 然后控干油完以后 控干油完以后 控干油完以后 我们把它放在 垫的油脂的 这个吸水脂 吸油脂上面 给它控干 好 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也不会觉得说特别腻 油乎乎的这样控一下就会比较好 好的 好我们继续的 给它 躺开 好 再把这个炸过的 红薯丝呢均匀的 放在这个我们的盛盘当中 好我们先备在这边 好这边我们就是开口锅 烧 烧开 一定要煮汤圆 一定要用开水 给烧开 好 好 我们现在烧开了 把汤圆下锅 今天我们用的这款汤圆是什么馅料的 这个是花生馅的 花生馅的 对 然后刚下锅的时候就是不要去动它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它呢 就是表面的这个 还没有粘合 还没有粘合定性 你现在去碰它的话 就会把你这个瓢瓢 然后旁边就是周围就是 粘上上面的面粉 粘上一些面粉 就很脏 好 下锅之后呢 我们先不要急的去这个翻滚它 把它定型之后再说 对 好 然后现在下锅几十秒完以后 我们可以把火 要关小一点点 不能太大火 一直稍微会把它给阔点 差不多已经定型了 我们也可以轻轻的给它搅动一下 这个时候就不会影响它的外观 好 那就等它浮上来就好了 嗯 稍等一下 好 想问一下立群老师 您家过年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 啊 我们这边过年习俗肯定就是要吃一个年糕了 嗯 新年糕 年糕呢 这些东西 吃汤圆 吃汤圆圆圆 对 嗯 这是必须的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汤圆精煮浮起来了 可以了 有很多这个蒸汽 可能电视剧前的朋友发现说 哎 为什么你这的气几乎都没有了 那当然了 要多亏于我们这个大正智能集成灶啊 特别的智能 烟一刚一出来 它周围有一圈的这个吸烟的这个孔啊 就会把这些烟雾全部都吸走啊 非常的方便 好用 好 来看一下这个汤圆 好 我们趁热 嗯 把它裹上去 好 然后我们这道菜就基本完成了对吗 已经可以 哇哦 太棒了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呢 还有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摆盘哈 有准备这个草莓 还有几片青菜哈 如果呢您觉得说吃着稍微有点油腻 没有关系 可以配上水果 这种搭配呢是刚刚好 然后营养也都够 嗯 那也希望呢电视机前的朋友呢 把这道锦绣团圆学起来 刚好呢在过年期间呢 也预示在家里就可以这个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团团圆圆的 好了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锦绣团圆这道菜 到底是怎样完成的 锦绣团圆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红薯 汤圆和春菜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制作方法 红薯事先切成丝 泡水洗去多余的电粉 沥干水分放入油锅油炸定型捞出 控油成盘 锅里水烧开 下入汤圆 用中小火煮至成熟捞出 均匀的裹上一层红薯丝即可摆盘了 红薯含有丰富的淀粉 膳食纤维 胡萝卜素 维生素A B C E等十余种微量元素和压油酸等等 被营养学家们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 这些物质能保持血管弹性 对防止老年习惯性便秘效果很好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石来运转新浪微博 好的锦绣团员您学会了吗 在这边我和王老师也祝福全国的电视观众 可以团团圆圆 美满幸福 也希望大家可以参加到我们石来运转的观众互动当中 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成为幸运观众 前五名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欧力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赶紧行动起来 再次祝福大家可以过一个非常棒的新年 当然了也要谢谢我们的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谢谢欧力微蓝特级出炸橄榄油 对石来运转的大力支持 明天中午还会有好吃的要带给大家 各位千万不要忘了收看 好了王老师让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新年七天乐美味转不停 明天的节目中圆圆将推荐一款香辣热闹的素食年菜 送您新的一年好运连连